好的 说到前不久 李志廷迎来了30周岁的生日 忙于拍摄电视剧《古剑奇谈2》的他 在拍摄地象山和歌迷影迷 一起过了一个非常充实的生日 在电视剧《古剑奇谈2》片场 忙完了一天的拍摄 李志廷就马不停蹄地出发 前往生日会的现场 不能让歌迷和影迷等太久 想着终于可以和长期以来 支持自己的影迷们见面 李志廷还是有点小兴奋 一会儿唱个两句亮亮嗓 也许是兴奋过了头 就在上场前 李志廷竟然把要唱的开场歌给忘了 2009年李志廷带着个人原创专辑 今天开始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2010年偏激在电影《岁月神通》里的出色表现 以及由他演唱的主题曲《岁月轻狂》 一举拿下2010年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和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两项大奖 让李志廷在当时略显低迷的香港娱乐圈 一鸣惊人站稳了脚跟 出道八年金像奖奖项肯定的高起点 赋予了李志廷非凡的光环 又无形中给了他在娱乐圈继续前行的巨大压力 如今在《三十二历》这天 再唱起自己的这首成名曲 李志廷也沉进其中 百感交集 青春的音乐跳到未来 在《岁月神通》之后的这六年里 以歌手身份出道的李志廷 逐渐将工作重心放到了影视作品里 共出演了《亲密敌人》《倾城之泪》 《一夜惊喜》《寒战》系列 《北回归线》《怪谈》《无眠娘传奇》 《非常富子荡》《绝技》《功夫瑜伽》等 十二部影视作品 而在拍摄《功夫瑜伽》时 他那股玩命拍戏的劲儿 连成龙看了都要说你悠着点 而在《功夫瑜伽》之后 李志廷与徐克 袁和平导演 合作的古装武侠大片《奇门遁甲》 也即将上映 看来李志廷是卯着劲儿 要成为未来华语片的功夫巨星了 看看这身板练的 在和影迷们互动游戏时 真是秒变健身教练呀 入行多年 李志廷除了一直用各类影视作品 影响自己的影迷之外 投身慈善事业 身体力行的引导影迷向善 也是他的一大心愿 2016年 李志廷通过VI基金 资助了一名白血病患者 任静瑶 成为小静瑶康复之路上的重要支撑 如今顺利完成手术的小静瑶 恢复得很快 也在2月26号这天 给她的志廷叔叔 送来了亲手制作的生日礼物 和生日祝福 看着视频中的小静瑶 李志廷一度红了眼眶 我们做这一行 其实最后留下的是什么 是一些个作品 还有一些影响力 那这个影响力是一定是 有一个责任性 去把这个影响力 变成一些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 我很希望做的慈善 都不仅仅是说 捐一点点的费用 这么一个形式 我很希望更深度 《三十二历》 是李志廷30岁生日会的主题 特像是她在30岁的路口 重新出发的宣言 以作品力深 以德行力人 我就是这样的李志廷 因为我其实我常常会看 粉丝们给我的评论 那很多都是各种说 心疼我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30岁了 今年我再不能让别人心疼我 我希望能成为一个 让他们只有 觉得有安全感 而没有焦虑的一个人